人们常常说最重要的是品格 父母都很重视孩子的品格教育 然而什么叫品格 什么叫好品格 说起来很复杂 我查了一下字典 品格这个词的含义太广了 几乎包罗万象 会出现一大串 比方说专注敏锐公正同情温柔忠诚勇敢节俭 宽容谨慎热忱 节制勤奋安稳慷慨尽责等等 几乎在人性的每一个方面 人们所羡慕的理想标准 都被视为一个好品格 他爱周全 周全的叫人无从下手 那么在耶稣眼里什么是人的好品格 他最看重人的什么 从他言谈话语中 他强调最多的有三个 一个是自卑 第二个像小孩子 第三个心里干净 我们一个个谈 我们要看看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谈自卑 又是怎么样来定义自卑的 他说有两个人上店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 不义 奸淫 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反倒比那人算为义了 接下来他说 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肯定的自卑 不是在人面前 而是在神面前 如果只是在人面前 觉得自己很差劲 怎么也抬不起头来 这是一种心理疾病 叫自卑正后群 税吏的自卑呢 却是在神面前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痛彻心肺 悔恨自己 这就不胆不是病 反倒是一种 最难能可贵的美好品格 为什么说 它是最难能可贵的美好品格呢 第一 自卑合乎真实 为什么说自卑合乎真实 因为在神面前 每个人都是赤身露体 丑陋不堪的 为什么说 自卑的人必升为高 就是因为神看重真实 只按照人的真实 本相接纳人 那个税吏 替罗马统治者搜刮 犹太同胞的血脂血高 的确可悲 但他承认并鄙视自己 这就说明了 他站在了真理上 回到了真实中 这样在神眼里呢 他就不仅是真实的 也是正直的 单纯的诚实的 一个自卑的人 坦露的是他的坏 但这种坦露本身 就成了他的好 诚实是一切美德之母 我们记得耶稣讲了吗 说敬拜神的人 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 神要这样的人拜他 那么第二点 为什么说自卑好 自高不好 因为自高不合乎真实 就是反过来讲 自卑合乎真实 自高不合乎真实 有人会问 法利塞人说他不勒索 不奸淫 不欺诈人 这个都是对的啦 他所得的奉献十分之一 每个礼拜进食两次 都是合乎真实的呀 你怎么说他不合乎真实呢 你说那个税吏认罪 也是合乎真实 那这个法利塞人 说他自己的奉献啊 进食啊 也都是很真实的 他真的这么做的 不错 他说的也许合乎真实 不是信口雌黄 但是 他据此就认为自己是个义人 就比税吏好 就不合乎真实了 就自欺欺人了 关键是那个 最后的那个结论 在那个结论上 他是错误的 当然行为上 他也不完全 因为他光讲了他的好 没有讲他的不好 他一定有不好的东西 我从当兵的时候 我在北京卫书区 我就发现 每个人都有优点 都有缺点 因为我们每年搞年终总结嘛 年终总结搞什么 群众鉴定 我每年的那个缺点都是 骄傲自满 那个有时不联系群众 每年都是这样 后来我就写了个作用名 压在玻璃板下面 叫战胜自己 每天都提醒自己 怎么去讨好群众 这个表现谦卑那样 但是到年终总结的时候 还是同样的问题 连着好多年都是这个问题 最后我又加了四个字 走向失败 我的作用名的左边是 战胜自己 右边是走向失败 心安理得了 反正自己生不过自己 真是那个时候 就印证了圣经上的真理 人是无助的罪人 为什么耶稣讲 我们不要论断人 其实任何论断 你论断的是别人的时候 你就忘了自己 而且一般是 拿自己好的东西 去来论断 比较别人不好的东西 一般是这样 如果我拿我不好的东西 我来比别人好的东西 那就不叫论断了 那叫学习 这个法利塞人 以为自己比税吏好 这个不合乎真实 因为他也有他的不好 显然他对于自己 在神面前的赤身露体 在神面前的丑陋不堪 他自己一无所知 一个自高的人 自以为比别人高 这就成了他的低 自以为比别人好 这就成了他的坏 因为他不合乎真实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不管你外表上怎么样 其实内心里都是不洁的 不配的 不合格的罪人 特别是耶稣 就是无条件嘛 恩典的意思就是说 你配不配都一样 什么有意义呢 真实有意义 就是他点名 张三道 李四道 王五道 凡是道的 每人领一份 是不是这意思啊 什么都不管你 长得怎么样 他也不管你 但是得有一点他管 你是不是张三 是不是李四 是不是王五 谁真是 耶稣的恩典就临到谁 你别包装自己 结果神一看 不是这样啊 我看你是脏得很啊 你怎么在哪 弄了个假衣裳 配上了 弄了个假面具 戴上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嘛 神只按照人的本相 接纳人 他不看你好不好 只看你真不真 不看你的穿戴 要看赤裸的你 法利塞人 穿着华美的道德衣裳 包裹的 不光是赤裸的身子 而是一颗高傲的心 税吏呢 脱得赤条条 他袒露的 不管是脏兮兮的身子 更是一颗自卑的心 我们知道 上帝看人 不看衣裳 也不看肉身 是看心灵和诚实 所以耶稣对 法利塞人说 在人面前 你们是自称为义的 可你们的心 神却知道 因为人所尊贵的 是神看为可证悟的 从宗教 跟道德的眼光来看 法利塞人 都是值得尊敬的 但是四福音书里 却充满了 耶稣对他们的斥责 而且也是他们最终 把耶稣迫害之词 所以上帝的逻辑 常常令人不解 上帝的逻辑是这样 坏人自知是坏人 这就是好品格 好人自以为是好人 这就是坏品格 坏人一旦发现 自己比别人坏 就好了 好人一旦发现 自己比别人好 就坏事了 真很奇妙 也很重要 也很关键 人类最大的危险 不就是吞吃了 善恶之诗果以后的 自以为是 自以为义 和自以为神吗 这三个自以为 就是蛇引诱下巴 吃那个果子的时候的 那个毒性 自以为是 说你的眼睛就亮了 你看得清楚 就自以为是 自以为义 能分善恶 最后自以为神 你就像神一样 吃了以后中的毒 就是这三个自以为 自以为是 这是指对错上 自以为义 是道德上 自以为神 是宗教上 这就是为什么 在上帝的大视野里 自卑是人身上 一个最宝贵的品格 第三点呢 人人都一样的真实 这是在神眼里 注意耶稣的话 凡自高的 必将为卑 自卑的必胜为高 这里耶稣用了两个弊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绝对 仔细想想 只能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在神眼里 不仅人人都是卑微 卑劣和卑贱的 而且人人都是 一样的卑微 一样的卑劣和卑贱 你不能说 他比我更卑 我比他少卑一点 当我们两个 比较的时候 差别很大 你在这方面 比我高很多 我在那方面 比你高很多 是不是 这是人跟人比 但是在神眼里 我们俩都一样 都是罪人 人和人 确实有差距 要承认这一点 但是在神面前 确实没差距 如果你只看 有差距的话 这个人比 那个人高一头 那个人比 这个人短一截 那么有人 在上帝面前自高 就是一件 合乎事实的事了 法利赛人 对税吏的轻蔑 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但是事实 不是这样 不是像人眼所见的 人心所向的 在神的眼里 在整体上 在本性上 在人心里 在人所不自知的 灵魂深处 没有哪一个人 比另一个人 优越和高尚 哪怕一点点 没有哪个人 不是沙滩上的 一粒沙子 没有哪一个人 不需要痛悔 也没有哪个人 可以指着 别人论断别人 旧约那句话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神若纠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有一点提醒 就是耶稣无差别的 一概强调 人人都同样败坏无助 同样需要自卑 耶稣这么强调的意思 并不是说 人们的道德操守 跟宗教敬前 在人间就毫无意义了 千万注意这一点 不要走向一个极端 说既然如此 那我们的道德操守 跟宗教敬前 就失去意义了 不是这样 就像在大街上 你在大街上穿衣上 不仅是对自己的遮盖 又是对别人的尊重 又是身份和品位的标志 问题只在于 在大街上一个穿金带银的人 不应该轻蔑一个衣不折体的人 如果他这样做了 他就不仅从高 被降为卑 而且在审判的日子 会与山羊一起放在左边 你明白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不能看不起别人 你自己高尚一点 穿得好一点 都没问题 你见了那些衣不折体的人 你应该是怜悯他 给他衣裳穿 而不是指责他 神说我赤身露体 你不给我穿 你不仅不给我穿 你还轻蔑我 一个人自己 回到自己真实的本相 自卑的同时 一定会尊重别人 爱别人 宽容饶恕而不是论断别人 这是第一个好品格 就是自卑 第二节小孩子 大家都知道 耶稣特别喜欢小孩子 他不是喜欢跟小孩子一起玩 而是喜欢小孩子的品格 我们先看看耶稣 是怎么重视小孩子的 然后再看看小孩子 到底有哪些品格 耶稣说 天国里都是小孩子 他叫一个小孩子 站在当中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若你们不回归 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凡自己谦卑 向着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最前一句话 凡是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那等于说是凡是进天国的 都已经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可见天国的法则 与人间不同 在人间 决定人的高低贵贱的 通常是权力 财富 名声 知识等等 在天国里 却是谦卑的程度 决定尊贵的程度 甚至可以说 谦卑就是尊贵 这个要慢慢去体会 在天国里 什么叫尊贵 看谁最谦卑 在天国里 是品格的高低 决定地位的高低 可以说品格就是地位 将来有幸进入天国的人 在那里一定会跌破眼镜 怎么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 你怎么在这儿 你说他怎么没来 我最敬佩的 那个传道人子没来 德高望重的那位 在哪里呢 满腹精伦的那位 在哪里呢 伟大英明的那位 在哪里呢 为什么一眼望去 全是光屁股小孩啊 将来的事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根据耶稣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 将来天国什么样 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而且呢 谦卑向着小孩子的呢 在天国就是最大的 还有 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 来见耶稣 要耶稣摸他们 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去叫他们来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想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最后一句话 应该直接翻译是 你要想承受神的国 你要想进入神的国 要像小孩子一样去承受 去进入 才能进入 很有意思 你注意 耶稣一讲到天国 就想起小孩 可见在他心目中 没有什么人 堪于小孩子的品格 相媲美 没有什么人 比婴孩 更恰当 更合适 用来描述天国里的人 天国什么样 我用什么人 来形容天国里的人呢 耶稣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就想着小孩子 只有小孩子 最适合描述 天国里的人 你看 文士不适合 君王不适合 法利赛人不适合 谁都不适合 就想来想 就光屁股小孩 最适合 这个很有意思 而且他特别讲的 婴孩 你知道 在已经被罪孽 污染的这个人类当中 只有母亲怀中的婴孩 可以用来比你 生活在天国里的人 耶稣召唤小孩子 他就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这句话 我觉得是有普遍的意义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意思是说 让真的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按手祝福他们 另一个就说 让像小孩子一样的人 到我这里来 你像小孩子一样吗 到我这里来 确实 耶稣高兴的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像聪明通大的人 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你看婴孩就来了 婴孩反而 比聪明通大的人 更能够认识神 认识神的奥秘 有些神学家批评 我们东方人 容易有反智主义 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什么是智慧 小孩子有没有智慧 一会儿我会讲的 小孩子很有智慧的 小孩子那是大智慧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这句话在当时的语境下 等于说 不要让法利赛人到我这里来 人人都应该重视这一召唤 像小孩子一样 脱下自以为意的衣裳 丢在地上 跳起来用脚踩 因为耶稣的心意 再明显不过了 天国永远不可能降临在 衣冠楚楚的 冠冕堂皇的 假冒伪善的 法利赛人中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这句话也是说 不要让老头子到我这里来 人人都应该重视这一召唤 都应该像婴孩一样 不是用自以为是的头脑 而是用心灵跟诚实 用婴孩凝望母亲的那种眼神 你注意看 我越来越喜欢看小孩 大概人老了 就喜欢看小孩 那小孩看他母亲的时候 那个眼神 用多少词汇都描述不出来 当然了 母亲看小孩的时候 那个眼神也是不得了 仁慈的 没有那么仁慈的了 平时跟丈夫打架 凶的要吓死 但是你看着自己的孩子 那个眼神呢 让你感动啊 让你感动啊 这个就是爱了 这就是天国 我觉得这就是天国的眼神 像聪明通大的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了 我第一次读到这画的时候 我就敬佩的五体头地 到现在一读起来 还是敬佩的五体头地 测不透的丰富 现在我们看小孩 哪些品格啊 第一干净 他们还没有 涉入成年人的世界 不会卑鄙 不会虚伪 更不会残酷 第二谦卑 他们还不会分善恶 变是非 他们不评价别人 更不审判别人 单纯 这一点很重要 婴孩的生命 只维系于一个关系 就是他和母亲的垂直关系 他只依偎在母亲怀里 前后左右身旁一切 他都不管 这是穆安德烈讲的 他说一个婴孩 看到一个怪物 他不会再看第二眼 他会马上扑向母亲怀里 看都不看了 他说不像你们基督徒 要跟魔鬼争传 争了一遍两遍三遍 不停地争战 傻不傻呀 你扑向耶稣怀里就完了嘛 魔鬼见了耶稣 全跑的 不跑也跪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 唯独耶稣 到耶稣这里来 想到耶稣这句话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 他说的这个 在我里面的样子 我想应该就是 婴孩在母亲怀里的样子 只有这样子在耶稣里 才是真在耶稣里 才会有真平安 我们常常说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 in Jesus in Jesus 什么叫in Jesus 我们自己要体会 也告诉弟兄姐妹们 要去体会 这个in Jesus 是什么意思 就用这个比喻 我觉得好 就像婴孩在母亲怀里 大卫的诗篇说 我的心平静安稳 就像断了奶的婴孩 在母亲的怀中 他为什么用断了奶呢 我有时候琢磨这个东西 如果他小孩还吃奶的话 他有点躁动不宁 他老想吃 断了奶的婴孩 在母亲怀里 那就不是为了吃 enjoy 完全是一种享受 不是功利性的 完全是享受爱 真平安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这是一种不加思索 毫无忧虑 百分百信赖 浑然无觉 活在绝对的大爱和大能力的样子 还有小孩子的一个品格 就是信赖 在人间 小孩子各方面都比不上大人 地位低 能力差 知识少 德性弱 我们是小孩子 我们是小孩子什么都没有 那么是什么叫他们在天国里成为最大的 在神眼里成为最美的 在生命上成为最强的呢 就是信 小孩子的信 那是不要命的信 那是无条件的信 那是不加思索的信 那是一种本能的信 因为他们低位低 所以不自高 就谦卑而信靠 因为他们能力差 所以不仗视自己的能力 就柔弱而信赖 因为他们知识少 所以就不自高 自以为是 就单纯就信赖 小孩子是不讲德的 他就赤裸想拉就拉 想尿就尿 所以呢 就不自意 就赤裸敞开而信赖 所以小孩子的一切 包括赤裸 无知 过失和使尿 这些东西啊 在他对母亲的仰赖当中 一点都不丑陋 反而是美德 OK 这是我讲的第二种好品格 第三种好品格 耶稣讲的很多的 就是里面干净 人是看外表 在社会上啊 公司里啊 党政军呢 即使夫妻之间呢 都是讲表现 根据表现来下判断 优点缺点 可用不可用 可教不可教 可信不可信 全是根据外表 于是就造成了一个后果 就是每个人都想方设法 表现自己 就好像每个公司啊 都竭尽全力 装潢自己的产品一样 我想说中国的产品 这些年 现在好多了哈 前两年 那个装潢重于内容 包装那么堂皇豪华 打开里边一层一层 一点小茶叶 或者就一个月饼 人就这样啊 法利赛人就这样 表现是一回事 内心是另一回事 人看人 世界看人 不得不看表现 因为人跟世界 都看不见内心 上帝则不然 上帝不仅可以看见人心 而且只看人心 我当兵的时候哈 每天早晨一起床 争先捆后做好事 一起床就 抢那个蹲布 周末帮饲养员喂猪 然后这些表现 赢得领导的赏识 第二年就入党 第三年提干 一步一步高升 但是心里 心里耶稣之后 现在他知道 那时候那颗心 是自私贪婪的心 都是名利心 其实不仅是当兵 这小学生 从幼儿园开始 就寄小红花什么的 那真的是道德吗 那是高尚吗 那背后不都是一个 自私自利攀比的心吗 结果他从小这么攀比 比不过别人 或者是原来一直居先 后来落后了 自杀 所以神不看外表 而且也不鼓励我们看外表 这个耶稣面前有三种人 你注意很有意思 第一种人就是 税吏 娼妓 强盗等等罪人 耶稣呢是他们的朋友 第二种人是什么 虔诚度日的法利赛人 那耶稣怎么说呢 说他们是自称为义 神却知道他们的心 斥责他们 还有第三类人 就是天真无邪的小孩子 耶稣喜欢并称赞他们 我觉得这三种人呢 耶稣对他们的态度 真的是截然不同 我们从中可以发现 他喜欢什么人 或者说他喜欢人的什么 反感人的什么 就可以看出他的品格观 他知道万人的心 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他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什么都知道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耶稣格外的讨厌法利赛人 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义 自欺欺人 自欺欺神 我就说不仅是自欺欺人 而且自欺欺神 但是神是欺瞒不得的 所以在耶稣眼里 视他们为可斥责的人 反之呢 税吏呢 在道德上 在宗教上 的确都不好 在耶稣眼里却成为好 为什么 就因为他真是 真是他 耶稣一眼就认出来 真是你 你真的该吹胸 你真的该悔改 你的表现都是真的 真的需要怜悯和恩怠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个耶稣 为什么喜欢这些人 因为他真的需要怜悯 而且耶稣就是怜悯 让我们再看一看法利赛人 我在这里给法利赛人 做了一个全面的归纳总结 法利赛人有哪些表现呢 为什么耶稣不喜欢呢 他们谨守律法 却没有爱 这是总的一条 但是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你们知道的 他谨守律法 没有爱 那个律法不是假方伪善吗 第二 他们奉献 薄荷 回乡跟秦菜 却没有公义 怜悯和信使 他们给父母贡献 但是却不孝顺父母 他们注重名分的传承 却有名无实 他们持守人的传统 却不顾上帝的心意 他们把人的吩咐 当作真理教导人 他们禁欲 禁食 却不能禁止自己的嘴 论断人 还有 他们很能讲 却不按他们所讲的去行 天国的门 他自己不进去 他也不让别人进去 还有 他们表面公义 却贪恋钱财 接下来 他们表面圣洁 却侵吞寡妇的家产 他们表面仁慈 却歧视罪人 不跟罪人来往 他们把蒙恩的罪人 赶出会堂 他们用律法咒诅罪人说 这些不明白律法的人 是被咒诅的 他们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 他们不能行神机 去妒忌耶稣行神机 他们的敬虔 是为了让人看见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叫人看见 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他们喜欢占宴席的守卫 这就是耶稣 列出来的法利塞人 也是一切宗教伪善者的品格 一言以蔽之 总的特征就是 外面干净 里面肮脏 粉饰的坟墓 外面漂亮 干净 里边是死人的骨头 耶稣看他们入目三分 耶稣借着税吏 婴孩跟法利塞人 这三种人 告诉我们 上帝喜爱什么样的品格 上帝喜爱的品格 一言以蔽之 总的概括就是 心灵和诚实 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而这正是信仰的内涵 主耶稣啊 我们谢谢你 你这么简简单单的 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 你喜欢什么 你不喜欢什么 主耶稣啊 我们只有一个祷告 求你所喜欢的品格 在我们身上长大 让你不喜欢的品格 离我们而去 帮助我们 圣灵来引导帮助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圣灵来引导帮助我们